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如果再重來一次有這個機會的話 你們還會再選擇這條路嗎 還是會 對 因為我覺得 體育運動這個部分 其實能做的還有很多很多事 當然要靠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需要非常好的一個團隊 那也必須要市府的一個支持 那也必須要議員的支持 其實要推動一個計畫或者一個政策 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努力 因為我覺得我才剛要開始而已 我也是會 一旦決定了我就想說一定要 一定要打標一定要做好 不然一開始這麼多人在力挺我 或者是在支持我幫助我 就感覺會辜負他們的期望 所以要是再一次我還是會 想要把自己議員的角色給做好 因為我自己是體育人 也一直希望說不只我自己愛運動 也希望身邊周遭的朋友 甚至我們全桃園市的市民 我都希望透過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什麼樣的一個計畫 可以讓這些市民朋友們都跟我一樣喜歡運動 那我們當然辦理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活動 或者是比賽 那也是希望說透過這樣子多元化的一個選擇 也讓市民朋友他們可以去知道自己喜歡 適合什麼樣的運動 體育就是國力 我會說你有一個好的身體 那你就可以減少我們一些健保卡的支出 然後我也是很鼓勵小朋友 說小朋友你們不只是會讀書 你們也可以去踢踢球或者是打打球 跟朋友去 朋友或者是同學去跑跑步 讓他們有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然後我就說未來你們要是在你們的興趣 或者是專長上面很努力的話 未來也可以代表基隆 我都是以鼓勵的方式 讓運動成為一個是習慣 在地方就是基隆跟哥哥 就是有辦一些青少年 或者是十歲 十歲級以下的網球比賽 就是想要回饋給社會 或者是回饋家鄉 還有一些小朋友 就是說讓他們在更小的年齡可以去參加比賽 讓他們有興趣 因為當時我 當時我七歲開始接觸 然後是十歲去比賽 從來沒有在基隆比賽過 然後就想說在基隆能多辦一些比賽 才讓基隆的學子能在家鄉就定而合比賽 運動員的抗壓性會比一般人還要大 所以我覺得當一個運動員 你不管在哪個領域 或者是哪個生態 過久了你一定都能上手 都能習慣 所以我很鼓勵這些運動員 去做不一樣領域的事情 去跳脫他們原本的生態 因為以往我們可能就會比較被框架框住了 對就是覺得說我當選手 我以後就是當教練 或者是當老師 我覺得不管在任何的領域 真的就像陳怡所說的 我們運動員的精神 都會把所有的事情把它做到最好 那也不會這麼容易輕易的放棄 就像我現在在這邊一樣 我也雖然面臨到很多的壓力和挫折 那我也是覺得說 既然問題產生了 那就是勇敢去面對 把它解決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像以前在比賽一樣吧 你每一個每一個對手都很強啊 你還是要去面對他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運動員的一個特質 對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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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